Lun Sang 駕駛 魚哥我完成了 我們可以去海吧 拿著 先完成這個 好 看少了這個工作 我們很多國字號之序的版本 都是在車間製裝成的 好似很厲害 不過我要看什麼時候 每个星光装置上有六七十个这种细维销 我们每个平台上大概就有好十几台 到一百四十几台的星光装置 那就是我要读六七才看 跟你说笑而已 我们去看成分吧 好啊 走吧 精英海工于2007年8月在佛山成立 主营海洋工程核心装备 及配套专业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 和改造维修服务 是佛山小友的高端专用设备企业 一个平台的造价 是从几千万到近十亿不等的 最近由精英海工投建 并提供核心装备的 国内首座油电运合动力 自航自升式风电安装平台 精英03投入使用 这个亦都是目前国内最大作业水深 和起重吊高的风电安装平台之一 它设计的最大起重能力 是达到了一千吨 作业水深70米 我们在这个产业链当中的分工 它是比较长又大的 我们的海工在里面是做好的 专用设备 我这个设备的作用是用于 在海上去完成风场建设的装备 风场实际上就是在海上 进行风力发电的一个场所 在这个海域上面安装了很多的风机 我们这个装备说的通俗一点 它是用来重风机的 需要的安装精度是个毫米级的 它就需要一种装备 在海上提供绝对的平稳度 你看这上面有四个装腿 它平时可以收在这个船体里面 它自己还有动力 那么如果当它收在船体里面的时候 它严格意义上实实在在的就是一艘船 但是它到了作业海域的时候 它从一个漂浮的状态 它把这个腿放下来 一站起来它就稳性加强了 它就不再是一个福态 截至今年2月 正印海工已经拥有了 87项国家发明专利 同41项实用新型专利 还取得了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的 26项海洋工程发明专利的 首领号 而今年专利目标是45项 作为以研发设计为主导的 专用设备千亿集团典型企业 他们就说 佛山制造业应该重视专利和知识产权 这样不单止有助于高质量发展 也可以有效地提高企业 走专利的道路 我们看到佛山有很多非常有特点 也非常具有创新能力的这样的一些企业 但他们可能对知识产权 并不是特别地注重 一方面可能是怕自己的专有技术 通过专利的事情 会很容易地被人家给抄写 或者了解到 第二的话 它并没有带来太多的对企业带来太多的这种收益 我的建议是知识产权越来越体现出它的含金量 目前无论是从金融端还是在产业端 都对知识产权提出的更高的要求 一是对自己的这种知识产权的保护 第二的话 无论是ABS各种形态的这种金融产品 也越来越看重知识产权的无形资产 除了海洋工程 近年来也陆陆续续有专用设备企业 看重佛山制造业基础 而落户佛山 就好像位于斯山的中海万泰一样 他们就专注于游戏转井技术 助力国家高端游戏转井技术实现新跨越 佛山中小企业是担担大部分的 半只九十多 所以这个千亿级万亿级 其实都是由这些企业一起去打造的 更多的是我们中小企业 做好自己 深耕自己的行业 做得专 自然就会强 强立 千亿再大 这个逻辑 企业发展的场面会更加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